1944年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战情告急 如何调动大批兵力 殖民地的人民可以说是最佳来源 因此日本争调大批台籍日本兵 1944年春天 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战情告急 台湾土城医师陈短树真调为军官 手术刀陈军刀 1943年秘密被送往新济内亚的南洋战场 他在那边真的是出生入世 他除了枪林弹雨之外 他那边就是私人犯 私人犯很多他的同僚就被抓去 就杀了一阻子 除了战场杀戮还得求生 当时日本需要大量兵员 四年真调八万多名台籍日本兵 然南洋的战场惨况 让许多台青恐惧逃往东北的满洲 我政府在日本叫兵 为了靠兵 刚才台南有一个东乡叫甘云南 他在台南的泰林 也介绍南北的台南 就是台湾和台南都在本馆 他在家的出境 他在旅准那些 日本兵就很严重 一个是日本统治的台湾 一个是日本政权介入的普遍满洲国 但处在台湾的年轻人得面临出战命运 为了逃兵寻求亲朋好友帮忙 想方设法陆续赴满洲国 当年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工作的医师蔡行柱 堵上一把带着怀孕妻子逃兵 前往满洲国 刘家乡的只有真调这条路 逃亡满洲国的保了命 却也是另一个冒险 时代命令捉弄 却也是另一个冒险